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攀腾富雅已经成为历史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带您去认识其中的一家渔民 看一看如今苗寨里的人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去屯江苗寨需要穿过乌江上游的六广河 我们的编导被眼前的河流阻挡了去路 只见河流上有许多渔船 这是刚打鱼回来吗 是啊 有收获吗 有点 有点 所以打了多长时间 两晚上了 两个晚上了 打鱼的人叫杨军 别看杨军年纪不大 他已经打鱼十多年了 杨军说据老辈讲 当时的祖先生活在山上 条件比现在恶劣多了 现在可以打鱼 每年也有几万元的收入 为什么当时会人们会选择住在这里边呀 就是说老的那些说就是以前嘛 那上面我们的那个老祖宫 他下来在这里钓鱼嘛 然后钓鱼他就在这里住 然后他就在那里面搞了一个 当了一个棚嘛 然后他这里好像还能住人嘛 然后他就在这里住嘛 可是这个交通很不方便啊 对对对 屯江苗寨离宿浦镇 有五十多公里的山路 交通不便 杨军达到的鱼需要先放在网箱里 过几天再拿到骑士省去卖 对 你这我放箱里面能放多少鱼啊 几百斤吧 几百斤都没问题啊 我们这样的大多数人都是靠捕鱼的行吗 对 在家里面反正没干什么就捕鱼嘛 杨军邀请我们的编导到他家做客 下了渔船 我们对屯江苗寨才有了初步认识 一个田径的乡村苗寨 千末交通鸡犬相闻 恍如到了世外桃源 多年的打鱼生涯 生活条件改观了 他们已经不住过去的木房子了 住上了平房 咱这里现在住多少户人啊 现在可能有七十几户吧 村里人都姓什么呀 这个村里面就是两个姓氏的人嘛 一个姓李 一个姓杨 一个姓李姓杨 对 那像同样是姓杨的 是不是就不能结婚啊 不能不能 这里姓杨的他们都是一家人嘛 就家属中嘛 那你媳妇是在苗族的人吗 是啊 我媳妇是苗族啊 他就是姓李吧 还是在宅子里的 是在宅子里面 他姓李 现在人们还住在这个房子吗 就以前住的 现在全部改成那个平房了 苗寨三面是悬崖峭壁 自然条件恶劣 但人们的脸上写满了平静 老人在做刺绣 小孩们在开心的玩耍 一幅仙村田园的和谐画面 素普镇金钱棍及舞蹈和健身于一体 多以金钱棍拍打身体各关节为主 配以相应的舞蹈形式 来展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在跳舞的人群中 我们的编导发现了一位长得很清秀的女士 在男士肩上做了许多高难度的动作 难道苗寨里还有女士会刷杂技吗 大哥 你好 你俩刚跳的这是什么呀 花灯 花灯啊 你是大哥还是大姐 还是大哥 真是大哥啊 可是我看你那头发那么长 长得如此俊相啊 没有你 你就一直演的是这个女生 真的一直在 传统花灯啊 自然女生男伴 可是看着她特别漂亮 我一直以为她是女生 原来小诗是地道的纯爷们 花灯戏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说唱艺术 广泛流传于乌江流域 素朴花灯戏的角色 是一个丑爵和一个淡爵 淡爵又叫妖媚 男扮女装 丑爵又叫干戈 右手之大扑扇 干戈围绕妖媚传 相互旋转成跳 小诗他们表演的是传统花灯调 舞精响狼唱的是青年男女之间恋爱相思之苦 花灯戏在同江苗寨得以创新 融入了苗族歌舞和杂技表演形式 小诗歌舞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诗从16岁开始学习花灯 已经表演了十多年了 小诗说因为喜欢花灯戏 从小就跟随花灯戏老艺人学习 希望花灯戏在年轻一代传承下去 我看您好厉害啊 在他这个肩膀上又是转啊这样的 您在他肩膀上有没有觉得特别害怕 没有 你有没有摔下来过 也没有 也没有啊 那您最重可以举多重啊 可以举了八十公斤啊 你是用水果杂技吗 没有 那你那样度度很有难度啊 我其实觉得以前小弟子就喜欢短练啊 我看你那手帕转得挺漂亮 你能教一下我吗 这样转起来吗 这是那个二人转的那个手帕啊 您给我试试 这是不是扔过来了 是这样吗 你看我转不平呢 加油 要用力吗 这很简单啊 它里面有个圈啊 就在这圈里面转就行 花灯戏 已成为豚江苗寨人们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 用诙谐幽默的唱法 表现民间故事 苗寨人家办喜事 都会请小师他们去表演花灯戏助兴 人们劳作过后看看花灯戏 在开心中缓解一天的劳累 大自然给予了苗寨人们丰富的药材资源和鱼业资源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杨军说 一会儿得去山上采一种罕见的草药 一口血 和补乌江河上最有特色的佼佼鱼 船顺流而下 六广河大峡谷是典型的卡斯特地貌 山形如刀砍腐坯般险峻 冬季属于枯水期 水位下降了不少 看着杨军划船很轻松的样子 我们的编导也想试试 这有什么技巧吗 决相吗 那个腿 那个脚 那个前后 前后的分开 对对对 我怎么没划着直行啊 他怎么转着的圈掉头了呀 这次用力一点嘛 那边没用力是吧 那边用力一点 然后他就过来 然后你感觉一样了 然后你就两个一起用力嘛 两个一起用力 对 看来划船得掌握好手用力的技巧 船行一个多小时 杨军说到捕鱼的地方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下网啊 这里 在那个野边 然后鱼要多一点 靠那个悬崖边鱼多一些 对对 像线这儿水有多深的 这里啊 这里可能有十多二十米吧 杨军从岸边找了块石头 把石头顺在网的一端 塑料泡沫上 目的是做下标记 网沉下去之后 塑料泡沫漂在水面上 方便寻找渔网 杨军把一边的渔网固定 很熟练的边划船边下网 冬季河面风大水冷 操作都是一个人完成 下完网需要等上两三个小时才能收网 杨军说先带编岛去看看玄关 就是那个洞里面 中间的那个洞里面 中间那个洞 其他两边那个不是吗 不是 为什么只在中间那个洞里呢 风水的问题 风水的问题啊 您要从这道上有多高啊 估计一下 可能接近有三百米吧 三百米 他怎么能把那个光木放到那么高的山崖上 中间啊 以前呢 以前那些人大法道啊 他这里边放的是谁的光木之道吗 他们说是苗族的 有个族长嘛 有个族长死了以后 想是我们苗族最高的待遇 然后就把它葬在那个洞里面 杨军说 人们认为玄关葬的越高 离天越近 地位就越高 在这样复杂的山形里 不仅有玄关的遗存 还有一种名贵的中草药 一口血 你去这上面采药啊 对对对 可是这特别高啊 特别高 没事的 就在这一带嘛 就能爬上去啊 能爬的 现在那下面有那一口血吗 还不错 上去看一下 那以前在这采过吗 采过 以前采过 不过采过的 采的人太多 哦 现在那上面东西 这个东西不多吗 很少 很少啊 很少 你到这里 你就别去啊 真的你不能去 不能上去了吗 你不能去 我们的编导爬了一小段路 只能在山下面挡着 不断有落石 从山上滚到江里 采药人很不容易 稍不注意采空了 就掉到江里了 由于早年间 没通公路以前 苗寨的人们出行 需要翻过寨子后面的悬崖 才能到宿浦镇 去买一些生活用品 杨军从小就跟随大人们爬山 已经习惯了飞檐走壁的生活 所以爬一百多米的山 对他来说很轻松 当了一个多小时 杨军他们采好药回来了 我看一下您采的药 好的 就是一口血 对 就是这种 主要是用这个果实吗 对 这个也行 这个叶子也行 哦 半天就采了这么一点点 对 这个东西很稀有的 很稀有 你放在嘴巴里去尝一下 可以 这可以吃吗 可以 年要苦口 好苦啊 对啊 所以说年要苦口了 好苦 那你为什么之前有告诉我 我以为是很甜的 好苦啊 吐出来吗 咽下去没事 很好的 对身体很好的 它一般用来治疗什么呀 比如说摔伤啊 不管你是怎么搞伤的 弄伤的 都可以的 哦 这就是伤病之类的都没问题 那你经常爬这么高的山羊去采药 你媳妇不担心你吗 没办法了 这几天打鱼是淡击嘛 打完鱼然后就采点药 没办法 就只能去这伤病 对对对 可是我看你今天采这么久 也赚不了太多钱 哎呀没办法了 冬季是苗寨捕鱼的淡季 杨军很勤劳 总想着多赚点钱 改善家里的生活 在刚才下网的地方 杨军准备把一星期前放的虾笼收了 收起来就知道 应该有了 应该有啊 嗯 这就是大鱼 里面还有鱼啊 嗯 大鱼吗 哎对 这虾笼还能拢着鱼啊 有的 尤其是石头鱼的 哇 还不少呢这里边 对 哇 这什么鱼啊 丁柜啊 丁柜啊 这种鱼 哇好漂亮 它多少钱一斤啊 三十哎 虾是从哪进去的呀 这虾笼里面 从这里吗 这里从这里进去 哦从这个眼钻进去 对对对 哦 这样它又出不去了吗 对对 这里边有吗 有啊 也是虾啊 对啊 全是虾 对啊 全是虾 这下一次也能收不少呢 还有一条小鱼 哇 还有条小鱼 嗯 这要拿去卖的话 已经能卖多少钱啊 像这样的 嗯 三十五 收好了虾 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收网了 哎 这水为什么 是不是上涨了 对啊 现在说 三面所会发电了 哦 这网可以反复用多少次 只要 没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用一两年 哦 这网可以用一两年啊 对 保护好嘛 哦 有鱼吗 有鱼啊 这什么鱼啊 角角鱼 角角鱼啊 对 看来杨军今天的运气还不错 刚上网就补上了一条角角鱼 角角鱼味道先美 营养丰富 特别适宜小孩吃 这角角鱼多少钱一斤啊 三十啊 哦 这里有一个 还有一个 快快 还有这个吗 不要了 这个不用了 这个不用 这里有一条 这里还有一条 对 哦 这什么鱼啊 花莲 花莲 对 这屋家里面花莲很多吗 对啊 这条湖里面就花莲多嘛 这花莲多少钱一斤啊 花莲 卖十块 这网莲才特别重吧 对啊 这么大一条鱼啊 不算大 你补过来 你补上来都更大的吗 对啊 多大呀 我补最后的有七八十斤 七八十斤啊 这条鱼有多大呀 可能有六七斤吧 六七斤啊 对 把这个码进去 这是什么品种啊 白莲 白莲 对对 这是我们今天补的最大的鱼 有六七斤的 你看 哦 太沉了 河里面补鱼没个准数 补多补少要看运气 少的时候三五条也是常有的事 像今天的收成已经算是很少了 杨军说今天风大 开的船不远 往常需要开五六个小时的船 去乌江打鱼 晚上打鱼的收成会多一些 那你看你今天还一般打鱼 出去多长时间 有的时候出去两三天 有的时候出去过把星期吧 过把星期 没有鱼的时候就过把星期才能回来 就是说淡季的时候 对对对 就一直吃住在这船上 对 我看你这还有这个锅是吧 对对 那你平常做啥饭呀 平常做米饭嘛 下午把那个网撒了 然后早上把它收起来 吃饭去休息嘛 然后到下午又到下午 又到下午的时间 哦 就是那七八天都在捕鱼 对对 像那样能收获多少 有的说不定的 有的时候几百天 有的时候几十斤就回来了 没有鱼就回来了 那你老婆也跟你住在这里边吗 要在这上面打 然后他就来嘛 到下面去远一点 他们就不去 太远了 就近距离的 对对 但你去七八天的时候 他就不会跟着你去 就两三天他们都不去 哦 他们都在家里 对对对 在家里坐过家嘛 杨军拿上最贵的角角鱼 和和虾回家了 杨军调侃地说 生活虽然苦 生活质量不能低 赚钱喂的是什么 也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个大男人朴实的语言里 透露着对家庭的关爱和责任 回到家 杨军的妻子 已经在准备今天的晚饭了 你现在弄的这是什么呀 玉米饭 玉米饭 这要蒸多长时间啊 这准十多分钟 十多分钟 就一遍就好了吗 还要弄出来搞一回 还要弄得再玩了再蒸一次 苗寨三面环山 可耕种的土地很少 基本上粮食都需要购买 我们被杨军夫妇 浓浓的热情好客包围着 别看杨军妻子才二十三岁 把一个家安排得井然有序 也时常挂念着男人在外面的安全 老公会做饭吗 会的 会的啊 他经常做吗 不经常做 他出去打野嘛 他出去打野 就你自己在家做饭 我一个人在家带小孩 带小孩做饭啊 都你一个人做 真厉害啊 那像你老公经常出去补育 七八天啊 你不跟他去 我去 那你不想他呀 那么长时间 想啊那没办法 那他出去补育 你担不担心他 担心啊 会跟他打电话 问他在什么地方 打野 要小心一点 就经常会盯住他 是吧 那像你老公 他不是经常要去 那个学家让采药 那我很担心他的 我会跟他说 他要去的时候 我会跟他说 要小心一点 那便很危险 那像你在家里 主要就是打理家里的这些 就在家里带小孩 做家务事嘛 然后他就出去做这些 外面就赚钱啊 你俩配的还挺好 杨军夫妇互相扶持 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做地道的 沃江野生嚼嚼鱼 需要到菜园里 采几种特殊的配料 这都你自己种的吗 这是我老公种的 你说你老公种的呀 哦 这些小孩的菜还挺多的 像平时吃菜 都不用去外边买了 嗯 都不去买 这是自己种的 都是自己种的 都吃自己种的 你现在采的这是什么 鱼香菜 鱼香菜啊 就这样掐下来 也很香吗 嗯 挺香的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那边 一说的薄荷啊 这个 是的 你拔的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随手香 这不长得跟草一样吗 嗯 对 你拿手摸一下 吃太香了 味香 很香吗 哦 哦 果然是一个特别香的味道 一股清香味 哦 那就只要给你吃 随手香是一种香草药 全猪具有香气 香味给人你舒服和清新的感受 放在鱼里 不但可以提香 还可以驱寒 这是杨军上山采回来后 移栽在菜园里的 难得一家人有时间 在一起做做饭 杨军说 今天他来做菜 分担点老婆做饭的辛苦 你这鱼饭锅里不翻吗 不用翻 翻了它就烂 那这样底下不会有糊吗 不会 哦 就一直这么炖就行了 等一下 然后那个底的那边 那个 锅的那边 那些还好吃一点 要放这么多辣椒吗 对对对 我们这边人经常都吃这么多辣椒 对 我们过去吃辣椒就很厉害了 哦 那全部倒进去 河边的湿气很重 加上冬季寒冷 辣椒可以去湿 开胃 吃辣椒 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的习惯 把鱼煎一两分钟 放上辣椒和鱼香菜 加水没过鱼 大火煮开两三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咱补的那个虾 对 尝一下 这是那个角角鱼 对对对 尝一下 尝一下 尝一点 来一点 你的鱼有没有 感觉怎样 特别香 而且特别嫩 这味怎么样 我好像吃到了我刚才采的那个鱼香草的味道 嗯 我们这边做鱼都一定会放进鱼香草 对 鱼香草是少不了的 在家里 比如说他们忙不过来 都是我搞 哦 我跟你媳妇也特别能干啊 她在自己家带小 带小孩 还有养猪啊 养猪啊 对对 这个碗里是什么呀 那些水 辣椒水啊 就上面是辣椒 里面还有葱 还有什么呀 香菜 香菜 香菜啊 他用来吃什么呀 把这个菜 担一下 好吃 就把这些菜样放在里面 蘸着好吃 会不会很辣 你可以吃辣 吃辣的 担一点点 把这担试一下 担一下哈 对 今天担一下就可以了 好多辣椒啊 很辣的 很辣 果然好辣啊 我脸都红了感觉 杨军曾经也想过出去打工 多赚点钱来养家 但家里的老人和小孩需要照顾 所以一直没有实现 其实对于他来说 最喜欢的还是这种捕鱼的生活方式 可以陪在家人身边 呼吸清新的空气 吃健康的饮食 在江边 无忧无虑的生活 住在屯江苗寨的人们 在水上谋生活 那时代在变 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改变 但是不变的是苗家人的勤劳 他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让自己的生活 过得越来越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 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中国有多奇 相同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